好 气象的消息来看到中央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周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 那么周三开始台湾的东南部水气增多 留意午后的大雨 那么气象局也针对花莲纵谷台东地区发布高温的红色灯号 要提醒民众出门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本周台湾位于高压边缘 周三到周五降雨范围扩大 南方水气稍微增多 直到周末再度减少 周三到周五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雨发生几率 17到19是吹了一个比较偏东南风的情形 不过水气并没有上到我们花莲来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台东跟恒州那边比较多水气 然后在花莲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水气并不是很多 然后整个东南风吹上来的时候 只有在午后以后大概热力作用 在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阵雨 或是短暂阵雨这个情形 那从20到23我们可以看到水气慢慢的减少 太平洋高压好像又有点升进来的时候 所以20到23又恢复到一个比较晴朗延热的情形 不过看起来还是有机会在午后产生一些对流 然后雨是可能也不是太大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高温大概都来到33度 然后低温大概维持在25度左右 然后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 所以我们还有到39度的一个情形 然后最近如果没有下雨 雨没有起来的时候 整个直外线对花莲来说 还是比较属于一个危险级的一个情形 所以如果进中午的时候 在户外活动或是旅游或是从事劳动 其实应该都尽量避免 然后如果你真的必须在户外 一定要做好防晒 然后多补充水分 周末水机减少 风向转南偏西南 东半部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并提醒来花莲出游民众 花莲重骨有38度极端高温发生几率 中午前后紫外线长 外出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 记得蒋邦远花莲师报导